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只有一个人可与你共患难 为什么反倒不去解释他 五成修问 是谁 回答说 田七郎不是吗 五成修醒来后觉得很奇怪 第二天早晨起来 五成修只要见到熟食的人就打听田七郎 有一个朋友认得是东村的猎户 五成修恭恭敬敬上门拜访 用马鞭子敲门 不一会儿 有个人出来 约二十多岁 眼睛很有神 腰细细的 戴着沾满油腻的帽子 穿着黑裤衩 上面打着许多白色的补丁 双手拱到额头向五成修行礼 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五成修报了自己的姓名 并且推说路上身体不舒服 想暂借屋舍休息一下 又问谁是田七郎 那人说 就是我呀 于是将客人请进屋里 五成修抬头一看 只见是一座破败的旧屋 用树叉支撑着墙壁 进入一间小室 只见虎皮 狼皮 错落的悬挂在横梁上 没有椅子或床榻可以坐 七郎就地铺上一张虎皮便坐下了 五成修与他交谈 觉得他言辞朴实很喜欢他 马上送银粮给七郎过日子用 七郎不受 五成修一定要给他 他拿了进去禀报母亲 立刻又捧出来还给五成修 坚持不接受 五成修再三再四硬要他收下 七郎的母亲老太隆中走出来 板着脸说 我只有这么个儿子 不想让他去侍奉贵客 五成修羞愧地退下走了 回家的路上 五成修反复思寸 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恰巧有个跟去的仆人在屋后听到七郎母亲的话 于是告诉了五成修 原来起先七郎拿着银子走进去禀报母亲的时候 母亲说 我刚才看那位公子 脸上有预示智慧气的皱纹 他一定会遭到一场横窝 我听说过 受人之欲就要替人分忧 受人恩惠就要及人所难 富人可以用财来报答别人 而穷人只能用义气来报答别人了 你无缘无故收受别人的重礼不是好事 恐怕你竟要以死来报答那位公子了 五成修听说了这番话 深深赞叹田母的贤德 也更加倾慕七郎 第二天 五成修设宴请田七郎 七郎推辞不来 五成修反过来登门拜访 坐在他家讨酒喝 七郎亲自为他斟酒 并且献上鹿肉干 急进朋友之间的礼数 又过了一天 五成修再次邀请田七郎 以为酬谢他才来 两人交谈得十分投机 五成修又送他银两 七郎推却不受 五成修假托是请他代购虎皮 他才收下了 田七郎回家捡点自己收藏的虎皮 觉得值不了那些钱 打算再猎货一些 以后一起交给他 他进山搜索三天毫无收获 正逢妻子病了 他只得守护着侍奉汤药 抽不出时间再去打猎 过了十来天 妻子竟然死了 七郎为了埋葬和祭奠妻子 稍微动用了一些五成修赠予的银两 五成修又亲自前来调宴送丧 礼仪非常优厚 丧事记毙 田七郎背着硬弓弩剑 深入山林 更加急切地想要报答五成修 但终于还是一无所得 五成修打听到七郎入山的缘故 再三劝他不必着急 又阴心地希望七郎能到自己家里来一次 但七郎终究因为欠了银两而觉得惭愧 不肯去 五成修于是又推说 要先看看他家原已收藏着的虎皮 企图催他早些来 七郎检看家里原有的虎皮 已经被虫柱时的很是破败 毛都脱落下来了 心里更加懊恼 五成修知道后 骑马赶往他家 极力劝慰宽解他 又看了看那些破旧的皮说 这些也很好 我所想要得到的皮 本来不在乎有没有毛 说着就卷起皮革往外走 还打算邀请七郎一同到家里去 七郎不肯 他只得独自回家去了 七郎思来想去 总觉得这些皮不足以偿还五成修 于是带着干粮进山 守了好几夜 终于猎获了一头老虎 把一张完整的皮送给了五成修 五大喜办了酒席 邀请他留住三天 七郎坚决推辞 五成修把前后门户全上了锁 使他出不去 其他宾客看见七郎一副不善辞令和衣衫蓝缕的样子 私下议论五公子大概交错了朋友 但五成修接待七郎与其他宾客大不一样 五成修又为七郎更换新衣 七郎推却不受 就趁他睡觉时偷偷替他换下 才不得已接受了 七郎回去后 他的儿子奉祖母之命将新衣送还 并要讨还旧衣 五成修笑着说 你回去对老祖母说 旧衣裳已经被我拆散 胡携衬了 从此以后 七郎每天都送来兔肉和鹿肉 但请他就再也不来了 一天五成修去拜访七郎 正好他出去打猎还没回来 七郎的母亲走出来 靠在门口对五说 你再也不要来勾引我儿子 太不怀好意了 五成修恭敬地向他行了礼 惭愧地退走了 过了半年左右 仆人忽然来报告五成修说 田七郎为了与别人争猎豹子 打死了人命 已经被逮捕到官府去了 五成修大惊 急忙赶去看事 只见他已被带上刑具 收押在肩了 七郎见了五成修没别的话 只是说 今后烦请你照料我老母亲 五成修身情惨然地出来后 急忙以重金贿赂献限令 又用一百两银子贿赂死者家属 又过了一个多月 七郎终于被无罪释放了 七郎的母亲激动地说 你的身体发肤都是五公子那里得到的 我不能再当作自己所有的加以爱惜了 只希望公子高寿百年 无灾无难 那就是你的福气了 七郎打算前去拜谢五成修 母亲说 你要去就去吧 只是见了五公子不要致谢 小的恩德可以致谢 大的恩德是无法致谢的 七郎见了五成修 五成修用好言安慰他 七郎只是连连答应着 五家的人都在心里责怪七郎过于淡漠 而五成修却喜欢他的诚恳毒食 更加厚待他 从此以后 七郎常常一脸好几天 留住在五公子家里 五公子有什么馈赠 他也立即收下 不再推辞 也不说要报答 这天 整逢五成修庆祝生日 宾客奴仆很多 晚上各处卧室门外 摆满了鞋子 五成修与田七郎一起睡在小房间里 三个仆人就在床下铺着干草打地铺 二更交进 仆人们都睡着了 五成修和七郎还在说个不停 七郎的配刀就挂在墙上 忽然刀身自动腾出刀鞘 好几寸场发出蒸蒸的声响 寒光朔朔有如闪电 五成修一惊不由地坐起身来 七郎也起身问道 床下睡的是谁 五成修说 都是我的仆人 七郎说 其中一定有坏人 五成修问他什么缘故 七郎说 这把刀是从外国买来的 杀起人来见血就死 从我祖父传起来 已经用了三代了 杀了月有上千人 刀锋还像刚磨过的那样 他见了恶人会叫着跳出来 这大概就离杀人不远了 公子 你应当亲近君子疏远小人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面除灾难 五成修点头称事 七郎一直闷闷不乐 在床上翻来覆去 五成修说 齐兄都是天朔 你为什么忧虑这么重呢 七郎说 我别的都不怕 只因为还有高堂老母在世 五成修说 何至于一下子就到这地步 天七郎说 但愿他没有就更好 原来床下睡着的三个人 一个叫灵儿 久已得宠 能讨主人欢心 一个是小同仆 才十二三岁 五成修常常拆遣他的 一个叫李硬 脾气最倔强 常常为了一些小事 瞪着眼睛与公子争吵 五成修常常对他不满 这天夜里 五成修默默的私存 怀疑一定是李硬 第二天早晨 五成修把他叫来 用一番好言好语 把他打发走了 五成修的长子五身 娶妻王室 有一天 五成修有事外出 留下灵儿看家 书房前的菊花开得正盛 新媳妇心想公公刚出去 书房庭院肯定没人 便独自前去摘菊花 不料灵儿突然跳出来调戏他 王室想要逃走 灵儿却强行将他拖进屋里 王室一边哭一边反抗 脸色改变声音嘶哑 五身听见奔了进来 灵儿才松开手逃走 五成修回来听说此事 怒气冲冲寻找灵儿 竟已不知去向 过了两三天才知道 他投靠了某御史家 那御史在京城做官 家务事都委托弟弟做主 五成修因为有朋友交情 写信去索讨灵儿 御史之地竟然把信 丢在一边不拆 五成修更加愤恨 修书请县令攻断 补人的公文虽然发了 但差役并不前去拘捕 县令也不再追问 五成修正在大怒之际 恰好七郎到来 五成修说 你的话应验了 随即将灵儿出逃之事 告诉了他 七郎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从头至尾不发一语 听完就掉头走了 五成修吩咐精明干练的仆人 暗中寻查灵儿的动静 灵儿夜晚前规 被巡逻的仆人捕获 绑来见五成修 五成修命人狠狠地抽打他 灵儿出言不逊冲撞五成修 五成修的叔叔五恒 本是一位忠厚长者 怕侄儿在暴怒冲动时闯祸 劝他不如将灵儿送官府承办 五成修听从了 将灵儿绑送宫廷 这时御史家的名片和书信 也送到了 县令就释放了灵儿 交给御史家的管家带了回去 灵儿从此更加得意而放肆 公然在大庭广众中散布谣言 诬陷主人的媳妇与自己有私情 五成修对灵儿毫无办法气得要死 他奔到御史家门口 指天画地地叫骂 被左邻右舍再三劝解回来 隔了一夜 忽然有仆人来报告说 灵儿被人大谢八块 尸体丢在荒郊野地里了 五成修听了又惊又喜 气才稍微出了些 不久就听说御史家上衙门告了他们叔之俩 于是五成修陪同叔叔前去对质 仙灵不容他们分辨 就要拷打武衡 五成修立声抗议道 说我们杀人是莫须有的罪名 至于侮辱谩骂关身 确实是我做的 与我叔叔无关 仙灵只当没听见 五成修怒目原睁 打算冲上去救叔叔 被一般牙医拉住了 拿棍子拷打的立足 都是御史家买通的走狗 武衡又年近八十 板子没挨到一半 就已经断气了 仙灵眼见五成修的叔叔要死了 就不再追问 五成修一边痛哭一边大骂 仙灵也好像没听到一样 五成修值得将尸体拾回家去 悲愤至极 没有一点办法 想要和七郎商量 但七郎却始终一次也不来调丧慰问 暗自私存 我平时对七郎恩德不浅 为什么他突然对我像陌路人一样呢 又疑心杀死林儿的一定是七郎 转念再想 要是果真这样 事先怎么会不商量一下呢 于是派人去他家打探 到了那里 只见大门上了所空无一人 邻居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一天 浴室的弟弟正在县衙内室里 向县令通关节 恰是早晨送柴送水的时候 忽然一个侨夫来到门前放下担子 抽出一把血亮的刀 静止奔上前去 御使的弟弟仓皇之间用手抵挡刀锋 刀落万段 再加一刀才割下了他的手脊 县令大惊逃窜而去 那乔夫还在紧张的左右张望 衙裔足利们急忙关死大门 手持兵器大声鼓噪 乔夫于是自吻而死 大家纷纷上前辨认 有认得的知道是天七郎 县令惊魂烧定才出来重新验看 见七郎尸体将握在血泊中 手里依然握着刀 县尹不让盖尸还在端下 那尸体突然一下跃起 竟然砍下了县令的头 这才再次倒下 衙门里的官吏 去捉拿七郎的母亲及儿子 发现他们已经逃走好几天了 吴承修听到七郎的死讯 奔去痛哭一场极为哀伤 人们都认为是他指使了七郎 吴承修破了家产 霸解官府才得以免除灾祸 七郎的尸首抛弃在原野里三十多天 鹰犬在周围守护着他 吴承修收尸厚葬 七郎的儿子流落到登州安了家 改姓为同 从当兵开始靠战功升迁到同之将军 他回辽阳老家的时候 吴承修已经八十多岁了 这时才将他附近的坟墓 指给他看 意识是说 不轻易接受别人一文钱 也正是受人疑犯 永至不忘的人 七郎的母亲真是贤德 至于天七郎呢 怨愤未能发泄尽 死了还要出口气 有多么不平凡啊 假如当年荆轲能做到这样 那么千载以下就没有遗恨了 假如有这样的人 就可以补天网的疏漏 茫茫大千世界 只恨像七郎这样的意识 太少了 可悲啊 Prem considered 为�� qualities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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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